今天阳光要露脸了吗 长期状况感恩把时间交给鼠里 好的 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已经完全减弱了 整个风场上来说今天吹打是偏东风 而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来说的话 尤其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 现在是阳光露脸 阳光灿烂 目前北部地区其实也透一点光了 只不过从苗栗一直到嘉义这边 云有比较多一点 而且现在也都没下雨了 今天事实上不管是西半部或者是东半部 阳光都有露脸的机会 整个天气上来说 这个礼拜今天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这分水岭一来主要是降雨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雨区预报 从今天的雨区预报当中 今天的白天你就可以发现 今天几乎就已经不太下什么雨了 像现在整个水汽主要集中在东半部的海面上 而且现在的时雨量都是零 那么以今天的预报上来看的话 今天就算有雨 东半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小雨 那么另外就是午后山区局部会有一些 短暂震雨而已 那基本上降雨来说是大为趋缓 那么温度也是一个分水岭 我们来看看了就今天的高温预报 昨天来看的话 事实上昨天像是北部地区的温度就已经略为回升 可是整体上都还是比较偏凉 昨天台北最高温度来到了22.7度 那么台南预警是昨天的最高温 因为有32度左右的高温 以今天来看的话 北部尤其台北今天就占上30度 是不是很夸张 所以我们来看看了今天北部地区高温预报 高温区间是在27到30度 明显的就变暖热了 那么中部地区也是28到31度 南部地区高温区间是在30到32度 东半部今天的高温预报则是有26到28度之间 所以最后熟悉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待会要出门的观众朋友麻烦看过来 第一个 今天终于阳光露脸阳光灿烂 一直可以持续到礼拜天 所以洗衣晒被晒人 大家通通拿出来晒一晒了 那么中午是熟悦的 所以今天熟悦穿了短袖 今天来看的话 事实上是穿着可以透气舒适为宜的 另外还要提醒就是 虽然天气稳定 但是空气品质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今天还是会亮橘灯的 因此大家外出也最好做好自我防护 时间交给家如